非常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那感谢你来的博物标 大家好 那个 我一生喔 我感觉喔 我的意义是不太好的 但是喔 从那个大学的时候 53年进入智节会之后 受到智节运动的 智节精神的感召 到现在 还存息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我的一生只有一个希望 所以智节精神要永存 要继续为他互动 所以我在智节会里面 虽然不是很有影响力 也不是说很有大作为 但是我的精神永存 我希望把我的健康继续照顾好 然后继续为智节的精神存续下去 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为我们的智节节能 智强强鼓来努力奋斗 那些不符老人 他是有送餐 骑着摩托车去送餐 真的是自己精神的一个健康表现 来 给他一个掌声 接下来 奶奶 不好意思 来 艺术家 没有没有 不敢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就是身心健康最重要 那我退休以后 因为以前有学插花 所以我就是去教压花 然后压花因为要买那个干燥的纸 我就到纸行去 结果我就发现那个棉纸实话 在那边展览 因为我喜欢做手工艺 我看一看好像我学的 我就问那个老师 我能不能学习 他说可以啊 初级班礼拜四啊 然后我说礼拜三我没空 他说礼拜四有一班是教授班 你如果不怕你就来 我说谁怕谁啊 我就这样加进去了 然后一放就到现在 那其实 我今天因为师徒说 叫我带几部画 我就没有特别挑 我就家里有什么 我就随便抓 结果我发现好像初夏秋冬都有了 有一个秋燕 我来讲完完就是人家的那个贴上纸 对 它是已经染好颜色了 然后我是反向思考 我是看到这个纸的颜色 我来想说它可以做什么东西 所以往往它 因为延纸实话就是你把纸撕下来 你要的那个颜色跟那一块 然后你用手去拉去捏 然后把它黏上去 那它是唯一不需要绘画基础 但是是可以做的一个画 你如果坏掉了 你就用水把那个酱符再弄湿 就把它撕起来 然后另外做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在高雄有一个连展 台中的港区艺文中间有一个连展 今天刚刚下架 但是下一个又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连展 下一个它是国际交流协会的 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展的一个方式 然后七月到九月 因为有一个无心行旅 他邀请我去他们那个豪宅里面 做一个各展三个月 所以最近几个月就是 可能稍微忙一点点那样子 那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秋燕 然后这个是Motion 我们老师好像要在那个 放入音乐这边吧 还是哪里 他可能要做一个Motion的特展 刚好我这一幅画就可以拉出去 然后今天天气很好 那个白天蓝云 那个蓝天白云 所以那个飞龙在天 然后今年是兔年 所以这一幅画是我十二年前做的 放到现在 然后雪景就是契儿 大家都也很讨喜 我就随便刷一下 然后那个是叫做棉子丝画 我自己用一个纸板 然后把那个绳子绕在外面 然后我们常常出去外面 就是另外上面那个 那个是我要送给师徒的一个小东西 可以挂在墙上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长个时间 我来交交给人来体验一下 因为我想发现这个后面的作品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机会我来给你讨叫讨叫讨叫 因为我也喜欢买这些东西 那就有机会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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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